民間食修當中 吃肉粘瓜香包是國際的傳統 為了讓中部的造作 適合時尊的記憶 後邊哭論會 後邊立教授 今天去特別插班完 做陳阿祖 來跟阿公阿嬤做香包 今天製作的這個香包 我們裡面也有香料 也有放明 因為這個就是一種避邪物 一種避邪物 所以可以讓我們這些成員了解說 我們香包的製作可以做吊飾 可以放到包包做裝飾 可以到我們的汽車上面也是一種裝飾 也是一種我們的保護神 可以說一種保護神 今天所做的香包的創作是很小粒可愛 為了中間最好的性格 阿公阿嬤都做得很專心 因為我們說包包長大粒 越好白 這個香包也越大越好 越好製作 因為我們外面要精緻 又漂亮 所以我們就變得比較小 小但是製作方面比較不好聽 因為他剛才的時候就說 既然老師 每天都要不要進去 都漂亮 有些人說我天下都長長長不短短短短 所以困難的所在就是 剩餘 要改他 製作家說 這樣就很霸狀型 所以這就讓他們 勇心的所在 這就是讓他們 有意義的鼓勵者 但是我們在後面的彩虹報道